哈囉 大家好 我是Catherine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是俠客風雨傳前傳的第三集 好 那我們馬上再來繼續吧 好 那師傅 掰掰啦 我們要走啦 好 那我們要出發成往 閒劍山莊了齁 那我們先幫 把那個 我們好像拿到了荊棘 荊棘有拿到藤甲嗎 那我們幫他裝上好了 欸 不一定要給荊棘耶 誰都可以裝備耶 那我們還拿到了少環丹 戰鬥中可以使用於我方任意人的身相令旗 恢復氣血三成 到距離兩個內才能給他用喔 那我們還拿到了八方藏刀釋金藥 恩 荊棘可以學耶 就是胡家刀法中的儀式 技工與手適用於身手不見五指的夜戰當中 學習調整身法五十五 我們荊棘可以學了嗎 來看一下喔 恩 荊棘他 他的身法是還不夠 那我們先把內功練好好了 我們內功練好之後呢 我們再來練外功 那荊棘的話呢 他的 恩 他的氣血是 一千一 內力一千 哇 大師兄的氣血是荊棘的狼狽耶 那好吧 我們給荊棘裝備藤甲好了 怕他死掉掉齁 好 那我們就出發囉 要前往賢劍山莊啦 蕭蛙谷 掰掰 不知道之後能不能隨意的回來耶 哇 還走過一個小溪耶 小溪流水 人家 好 那我們現在真的要出去了嗎 喔 還沒有 還要走過吊橋 喔 這個吊橋不是那個嗎 這個吊橋不是就是一開始那個吊橋嗎 對吧 就是一開始的吊橋齁 超美的耶 好 那我們去大地圖囉 好 那我們去大地圖囉 好 那要大地圖了 哇 這個大地圖 恩 還蠻大的 那現在它不一樣的是 它上面有寫就是名稱了齁 那我們就前往賢劍山莊吧 因為好像 劇情還沒有開放的地方 我們也不能進去嘛 那我們就直接前往目的地囉 賢劍山莊 好 我們去吧 可以直接這樣過河嗎 不行 好 進入 喔 我們來到賢劍山莊囉 金吉馬上就說了 這什麼味道 好臭 比老胡的三十年煙 鹹魚還嗆鼻 鹹魚煙三十年喔 這是濕臭 我的天哪 賢劍山莊發生什麼事情啦 果然 世界被殭屍攻佔啦 不能天天待在小藥谷後 都不知道外面發生什麼事情了 石臭 這麼遠都能聞到臭味 這得死多少人啊 石臭如此濃烈 看來賢劍山莊死傷必多 阿吉走 我們進去搜索一番 看賢劍山莊是否 上有幸存之人 哇 好恐怖啊 發生什麼事情了呢 感覺大家一定會戰鬥齁 這可以拿嗎 不行 那我們先存檔一下 好 存在這裡 哇 感覺我們要開始打鬥了齁 這個地方的東西可以拿嗎 就到處我們看到的話 都來搜索一下齁 避免遺漏了什麼道具啊 之後就隱憾終身 可以拿嗎 好像沒有東西喔 那我們就往上囉 喔 有怪物欸 欸 他長什麼沒有看到 真是的 他長什麼 可惡 好吧 暗太快了 那我們 嗯 大師兄先上好了 走過來這裡 好休息 那我們等敵方走過來 要不然如果我們先走過去的話 那敵方下一回合就可以走過來攻擊了齁 那就白白給他們挨打 大師兄打得到了嗎 距離兩格內的單一目標 一格兩格 好像打得到了欸 嗯 內傷陰炫 氣盾 好 那我們就先打這一隻 彭飛千里 哇 好痛喔 快死了耶 好 那荊棘再去補刀齁 補刀王 去吧 哇 這不是直線 嗯 走劍行刀呢 感覺很浪費 走過來這裡就直線了齁 來 一刀起撐啊 一刀起撐 這個技能呢要喊出來威力才會比較長 好 換這一隻 啊 聽一下語音好了 忘記聽他語音了齁 好 你誰呢 風都鬼眾 雜語 人是活著的鬼 鬼是死了的人 他的講話我怎麼覺得有點少聲啊 他說人是活著的鬼 鬼是... 欸 什麼 人是活著的鬼 鬼是死了的人 人是活著的鬼 鬼是死了的人 嘿嘿嘿 好 我們打爆你齁 那我們從側翼攻擊 來個扶搖直上 先破甲 然後荊棘去收尾啊 真剪刀王耶 並肩作戰 啊 我忘記看那個大師兄的被動是什麼了齁 那我們荊棘的被動就是 場上只剩他一個人的時候 他會變得比較勇猛 那我們來看一下大師兄的被動好了 呃...他的被動是兄弟情深 果然齁 練弟情節啊 呃...沒有一名隊友相中離場時獲得霸體 下次攻擊必定暴擊 所以只...呃...有人受傷之後呢 他會變得越來越強 並肩作戰 身旁同伴攻擊時有概率級攻擊 還不錯欸 好 我們繼續往前喔 哇 好多屍體啊 那我們繼續打下一隻囉 屍體有東西可以拿嗎 沒有 好 我們是要看他說什麼 剛剛按太快了 看到和尚的服飾了嗎 可可可 你將成為下一巨 好兇啊 他們這個造型 蠻恐怖的耶 嗯... 弄米樣號等他過來我們 欸 大師兄走不過去耶 那就... 對啊 那就... 這樣子休息吧 等他走過來以後我們再進攻 避免白白挨打 好 大師兄走得過去了嗎 可以走到這裡 長風破浪 直線三格範圍內 那就蓬佩千里吧 那...補刀王去吧 荊棘再來齁 來一下補刀 一刀起承 欸 他們長得不一樣耶 突然發現 他們衣服造型好像有變耶 這是兩隻雜魚齁 既然都做了鬼 既還會貪生怕死 他們語音居然好不同的耶 是活著的鬼 鬼是死了的人 他說咱們風都人更個都是鬼 既然都做了鬼 既會貪生怕死 哇 這樣好三隻耶 你是主角吧 我們風都眾人 各個是鬼 既然都做了鬼 既還會貪生怕死 我們風都眾人 各個都做了鬼 他好一句 我要聽看另外一句什麼 既還會貪生怕死 我們風都眾人 各個是鬼 既然都做了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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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師兄過來吧 打他 我覺得很好笑一個事情 就是大師兄阿 他在本傳當中阿 其實 算是一個戲份蠻重的一個角色齁 雖然說他的本傳不是主角啦 他在前傳裡面才是主角 可是呢很好笑的是 大師兄的語音阿 只有一句 就是 師弟 我一定會保護你的 可能是因為他太想保護師弟了齁 其他什麼話都不想想 要不然其他就是很多配角阿 都有兩三句配音 可是大師兄 他的本傳當中只有一句配音 可是他在前傳裡面阿 就是我們現在玩的前傳 他的配音就好像有三句吧 所以比較多了 好 那我們繼續往前喔 哇 真的是片滴 橫屍遍野阿 欸 我又沒看到 真的是 又按太快了 好吧 等一下你要克制自己 要按慢一點阿 那就過來正面贏 對 贏敵囉 因為打不到 對啊 好 沒辦法總側翼攻擊 那 五刀王就過來吧 好 聽一下大雄講的話好了 他講的話好複雜喔 一時間還沒辦法一次聽懂欸 一咬直上 然後驚奇再來補刀 超級補刀王 所以我們現在是給我們練功的意思嗎 不知道說這個遊戲能不能練功欸 因為像在 上一部作品的話 他是沒辦法隨便練功的 武當華山清晨三派弟子 於黃山論劍 就這遊戲裡面呢 他有一個就是 呃 傳聞的系統喔 就是你在玩的同時呢 世界上的其他的人物 他們也在玩 所以就是他們也會 打到寶物阿 也會拿到秘籍 那其他人也會變得更強 所以你每次面對到的boss阿 他的強度都是不同的喔 因為他也會同時在練功 來看一下傳聞齁 好 他們在黃山論道彈劍 那我們繼續往前 欸 好 欸 這邊有東西嗎 我剛剛那個 咖啡色的東西 我不知道能拿 好像不行欸 走不進去 算了 那我們就往上囉 好 這邊有一隻 絕對不能按太快阿 我要看他講話 我的大刀已經飢渴難賴了 好 那我們就等他過來 一樣 老規矩 這次他們感覺蠻遠的欸 對啊 我們走過去還是打不太到 嗯 對啊 打不到欸 算了齁 我們再等他們走過來一次 哇 菁姐被打了 菁姐的血還蠻少的 糟糕 被拉過去了 恩 好 大師兄趕快過來阿 過來這裡 他好像是直線吧 直線3 3格範圍內敵方目標 哇 好痛喔 而且還大體欸 我一定會保護你們 他說我一定會保護你的 你們習武之人 或許沒有什麼用 但我們可以保護有用的人 哼 大師兄整個就是保護欸 到處要保護人偶 哼 光是要照看這些不讓人省心的傢伙 我就忙不過來了 哼 他說 哼 光是要照看這些不讓人省心的傢伙 我就忙不過來了 好 補刀往上吧 一刀起承 嗯 還差這一隻 馬來西亞狗嚴殘喘阿 哇 霸體欸 被打到0了齁 來 大師兄解決他吧 好 打贏囉 升級了呀 古月宣升級了 最大氣血提升80 內力提升40 超有棚飛士到六重囉 太好了 那我們存個檔 存檔 好 那我們就 嗯 繼續往前了 哇 這邊感覺要打BOSS欸 老子 生平殺了 點點點 閉嘴 才沒時間聽你廢話 蛤 蛤 蛤 菁姐的個性真的是很鮮明齁 感覺大師兄就是一種聖人的概念阿 完全無私無握阿 都為他人著想 打不到欸 等他們來好了 對啊 打不到 他們 呃 小兵也有兩種造型欸 有沒有 他們衣服穿的不一樣喔 呃 那大師兄過來這裡好了 來個長風破浪 大體 哇 這滿強的呢 呃 菁姐你就過來這邊 補刀吧 哇 並肩作戰欸 超好用的 這支援他們可以一起打喔 所以他們也有並肩作戰就對了 結果他被反擊死了嗎 還是流血死的阿 菁姐給你表現一下喔 把他打死吧 好 死了 太好了 勝利 好 那感覺我們 什麼就是這奧光 什麼 傳聞 閒消幽谷的天空中 射下一道光 什麼 任務嗎 這是什麼任務阿 嗯 不知道 暫時不理他齁 打王之前先存個檔阿 那我們就上囉 欸 好像可以提升技能對不對 我有月曆可以提升點數 那我們幫 幫大師兄來提升一下好了 給他提升一下臂力好了 他的臂力比較低一點 他的臂力比較低一點 那我們就夠囉 沒有東西可以拿齁 殺 殺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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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枕喔 口擊阿 藥戰 變戰 廢話小說 怎麼還是小兵阿 我還以為會打BOSS的說 呃 那我們大師兄好像 走到這裡打得到嗎 三格 欸 不是大師兄啦 我要操 我要操控大師兄齁 對啊 感覺這裡可以打到三格啦 長風破浪 好 先來霸體一下 那荊棘呢 來這邊收尾 一刀起承 這寫什麼呢 弦劍 大師兄被打完全不痛欸 好啦 其實有點痛喔 話都不能講太滿阿 那荊棘來給你表現喔 來一個 呃 就是很單一目標喔 那用一刀起承好了 直線的 好 那大師兄再把這隻解決 走過來這裡以後 這樣他們 站在一起好像比較長 可以並肩坐在 先一隻 好 那 先走到側翼好了 來一個 走劍行刀 閃躲 天啊 怎麼又閃躲阿 你閃躲那麼高喔 對啊 也是雜魚阿 好 沒關係 再來 來 走到側翼以後 一刀起承 並肩作戰 再給扶妖直上 應該死了吧 死了喔 哇 暴擊一拳欸 好痛阿 勝利 太棒了 嗯 好 存檔 看來這地方不是打王欸 可是沒有路了說 喔 這裡好路嗎 這不是阿 喔 這邊還有路啦 哼 哇 這什麼 好恐怖阿 這個人怎麼臉紅紅的 這兩個又什麼 魁師 你們這些個名門正派 肯真是愚蠢 明知滿門被面 卻還巴巴的回來送死 哇 小婦欸 新角色登場阿 長得還不錯 君子有所為有所不為 父母對我養育之恩 諸位門人與我有同門 學一之意 笑意當前其可獨善其身 知其不可而為而為之 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所以千萬人無王矣 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不知屬雲 我就送你下去一家團聚 看你身筋骨還不爛 想必是裝成傀儡的重等材料 正好我折了幾具銅屍 便拿你的屍體充數 所以這些是 殭屍嗎 傀儡 喔 荊棘又來了 那惡賊給小爺助手 哇 從天上跳下來耶 是誰敢打斷你家爺爺的信頭 蕭兄你怎麼樣 所以他們認識嘍 喔 沒事 我還撐得住 我一定要為父親報仇 還在那邊爽吼 我躺在地上了 我還撐得住 賢劍山莊之罕有漏網之魚 這裡的人都是你殺的 不錯 記住爺爺的名號 封都的魁師 死後好像爺王告狀 你不是封都的人 封都幫主 字號閻羅 幫中的人為了避諱 不會直呼閻羅二字 你究竟是何人 下手凶殘至此 古月軒今日定要替天行道 哇 古月軒好聰明喔 果然是名偵探柯南齁 名偵探月軒 還有我 荊棘 呵呵 痾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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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痾 倒是撞了大運 這麼多人趕著當你家爺爺的傀儡 你這人不人鬼不鬼的傢伙 少在那吃心妄想了 真的 他長得好恐怖喔 看了小朋友做噩夢啊 你這死小子 嘴巴倒是挺累的 別這麼心急 帶爺爺料理了他 再來處理你們 他這長得很奇怪 這是他手嗎 他手怎麼那麼小啊 還是他腰帶呢 我是小子不假 可還活得好好的 倒是小爺我就發一回善心 免費送你回你的破棺材長眠 驚奇好唱喔 希望你手上的長劍 有你的嘴巴這麼力 少廢話 看招 我要來打boss囉 骨兄沈蒙元首我 尚可一戰 我要親手殺了這惡賊 血記我前劍山莊 這傢伙真噁心 竟然操控屍體來當傀儡 真的超惡的啊 江湖中使用其門意願作為兵器者 大有人在 有人揮舞比人還高的笨重同仁 當年亦有蕭香子 以枯桑棒作為武器 這些屍魁身上 影半靈光 山莊內的食者 面色 巨視發黑 恐怕的超視伎倆 只是用來威嚇敵人的法門 真正本師在毒弓 原來如此 只有沒本事的下三爛 才使毒中的下座伎倆 你們太多話囉 粽子粽子 等回候肉吃囉 嗯哈哈哈 是很恐怖耶 這個話像鐵屍 他已經變成骷髏頭了 戰鬥目標 將魁屍 將本體 汽血攻擊至70%以下 所以我們要保護 保護蕭婦 不能讓他死掉 看一下蕭婦 未曾親眼目睹 疑問不解 一旦親眼所見 事實傷人 這什麼被動啊 玉樹臨風 周遭兩個女性角色 傷害提升 嗯 上界少女英雄會的榜眼 因為冠軍是我們古月宣厚 賢治山雙大公子 沉默寡言 穩重內斂 對贏率有相當深厚的靜音 好 再聽一次 他技能是什麼呢 七弦 揍天南 距離兩個內的單一敵方目標 趕化 自身範圍兩個內的敵方目標 我們先等他們走過來好了 好 先休息 哇 他們走好慢喔 嗯 那我們要走過去嗎 再等他們走過來好了 感覺過去就是先被打齁 這綠綠的耶 是 應該是補血的意思吧 或者是buff齁 哇 真好噁心啊 他霸體耶 哇 你霸體我們要怎麼打 荊棘被打也太痛了吧 那我們先把小隻的解決掉好了 嗯 感覺沒有直線可以讓我們的 大師兄去放技能耶 那我們 哇 先走過來這裡好了 兩格內嗎 走過來這裡好了 幫我們 幫我們的晶桔擋一下 好癢喔 被打好癢喔 來一個 太霸體嗎 他講什麼啊 聽不懂耶 再聽一次喔 聽不懂耶 再聽一次喔 聽不懂耶 是賞粵語嗎 提卡鐵...那個鐵絲 沒有聲音 沒有聲音 好吧 那我們 恩... 打到這一隻嗎 打不到 哇 那先走過來這裡 也打不到這一隻齁 那走來這裡好了 可這樣他才有並肩作戰啊 好吧 那我們就一刀起程 喔 那隻死了喔 因為我並肩作戰 那消復的話你也走過來吧 他是幾個內 兩個內喔 他現在在這裡休息 驚奇你不要死啊 哇 血戰到底了 他已經復活了一次 後來剛死掉了 還有霸體嗎 沒有霸體了 我們現在打王好了 那我們走來側翼 好 走來這裡 來一個 先破甲 哇 鐵絲會幫黨耶 我們給驚奇吃個東西好了 來一個... 給他吃一個肉包子 然後... 恩... 先打這一隻 先把我們的坦克打掉 差一點點 可惜 差一點點 可惜 他就在那邊打荊棘耶 不喝 荊棘死了 啊... 討厭啊 感覺消復應該可以解決他吧 來 你先來個 七 七弦奏天男 可以齁 有連擊耶 為什麼他霸體 為什麼他死掉是他霸體 為什麼他死掉是他霸體 所以是場上有人死亡的話 他有霸體就對了 恩... 還是要走霸體一次啊 好吧呢 來吧 大師兄 好像霸體齁 沒關係 好痛齁 走來這裡 突然發現剛剛可以用他補血的說 我一定要吃藥 算了 欸他怎麼還在霸體啊 恩...那來一個長風破浪呢 我們也來放個霸體 互相霸來霸去齁 走來側邊 他還霸體嗎 沒有了吧 好 恩...打得到嗎 打不到 走來這裡 血蠻多的耶 欸 勝利啊 怎麼這樣要勝利了 所以不用完全打贏他 喔對 這樣漲到70%一下就夠了齁 幾個臭小子有些本事 看來還真有把你們帶回去練士的價值 都走投無論還說什麼大話 看見 驚奇不是死了嗎 阿奇慢著 哇 又復活了喔這屍體 天啊 要怎麼打啊 這麼多隻 怎麼要打一次嗎 讓你們幾招就以為爺爺我前驢技窮了嗎 來來來 讓爺爺我先挑戰你的手腳筋 糟糕又要再打了齁 這誰 遊盡 追查了這麼久可總算找到你了 哇 很強耶 很強的感覺 他在片頭動畫裡面有出現過後 他好像是錦衣衛吧 錦衣衛的什麼 什麼人的 可是他怎麼看起來那麼像邪派的人啊 很不像錦衣衛的人 這兩人是誰 武功竟如此高長 哪裡來的錦衣衛竟敢插手我的事 無法無天 無天無地法外三巡 這命令可是你們皇帝老子 親之下的難道你們朝廷出爾反爾嗎 哼 魁師 聖相放任你們這些江湖中人自相殘殺 可沒準你們碰咱們朝廷的人 這個人是誰 風清修 你殘殺了我僅為弟兄拿去做成這人不人鬼不來鬼的傀儡 這筆這樣的風我可要好好跟你算一算 罷了此行已得了蕭老兒的失聲 喔他拿走了蕭父的爸爸喔 好吧 妖人修走 哇 蕭鬆 有指揮時屬下先行一步 絕不可讓那妖人先逃了 二位可是蕭惡谷的人 是的 你又是狠人 我們可以沒必要對一個連接面目也不願示人的家伙表明身份 阿吉 此人救了我等性命不得無理 在下蕭老谷谷夜宣 這位可是在下師弟荊棘 多謝前輩相救 即因為指揮時尤靜 此次援救二位非我本意 素文蕭老谷常年不會適事隱居山林 奉缺二位還是少管進來張古之室 回谷清修去吧 挺這傢伙 恩...有指揮時且慢 要問他事情齁 還有何事 此時天龍叫和風都兩大方派的衝突越演越烈 大規模的仇殺 滅門世界時有所聞 甚至禍己百姓 朝廷發出這法外三巡的命令 放任這以前究竟有何用意 對阿真的很奇怪 他不講齁 看起來真的很邪派耶 二位還不明白嗎 常言道如以文亂法 俠以武半徑 藏著武功流走在法律邊緣的江湖勢力 自古以來變是朝廷免中丁 所以要用這個機會吧 大家都剷除嗎 如今更幫怕元氣大傷 或遭屠露殆盡 江湖勢力不共自衰 哦...所以他們就等於說 獄棒象徵漁翁得利啊 這...之中可以有許多無辜之人啊 對阿 朝廷之令不容智慧 我等也只能依令行事 勇某並非無情之人 二位魏咒行見山莊 孤身泛省俠甘義膽 韋石令人感佩 他說他也出生江湖後 雖然無法明哲調動指引位的兵馬 遏止這一切 但是他可以暗中來協助我們 法外三巡一室 他之後還來幫我們的 既是如此 古某先謝過有指揮使 師兄 荊棘又來了齁 他說不要太相信他啊 搞不好說我都假話 阿棘有指揮使 仗義相周 不認為他是背信妄義之人 呵呵 有某是否為可信之人 就有金少俠日後自行定奪 把未該與同僚會合了 慢著你可是要去追剛纏的妖人 金少俠有何指教 師兄找美快去 不錯他們也要去齁 身為主角怎麼能不去呢 二位好意 勇某心領了 我警衛的行刺作風與蕭谷大象進體 哇他飄讓我們一起去耶 勇某還是習慣與同僚一同行動 再說二位 喔對該去顧蕭公子齁 他剛剛都蹲在地上了 站不起來了 有指揮師說對不對 蕭兄傷勢頗重 我們得盡快帶他回谷療傷 師兄你喬古口有個人倒在地上 是不是他呢 不錯 旁邊似乎好另外一個人 阿奇快 快過去吧 新角色耶 這誰呢 水盼盼 好漂亮喔 新角色耶 別亂動我先替你包一下傷口 阿是額眉派的水女俠 所以他們都認識囉 這到底發生什麼事情呢 說來話長 竟有此事法外三巡 我下山遊歷之祠 他要拜訪蕭莊主 這個人自稱是豐都的人 但是非常的可疑阿 所以我們也不確定齁 哇蕭夫真的很可憐耶 被滅門了 喂我看你還是乖乖兩傷吧 那魁師交給我和我師兄就行了 對啊你都站不起來了還要去追壞人 不錯蕭兄有傷在身阿 趕快收起吧 不要勉強了 那妖人滅我 閒見山莊 還奪揍了我爹的師生 若不能報仇雪恨 我還有什麼顏面活在這世上 真的阿 蕭公子 若您不賢慶 我願助你 朱殺這妖人 水 水姑娘 怎麼感覺他們兩之間有什麼阿 至心師生死後為人所糟蹋 即便是佛祖也不能容忍這種事情 我能夠理解蕭公子想追回師生的感受 好那我們就一起去幫蕭公子來追回他的師生吧 追回他父親的師生 哼知道了 古雄 金雄和水姑娘 蕭父 敗蟹 別蟹得太早 咱們廢話了這麼久 對方不知道跑多遠了 對阿 我們應該趕快去了齁 那妖人往北面而去 他說他帶著爹的師生 路上肯定會留下血跡 往這邊走 哇 新地圖耶 哼 血跡到了洞口就消失了 那傢伙肯定又躲在這洞裡 洞裡長生的地方很多啊 所以想兵的魁士也是發覺了 有人透過事先的血跡在追蹤 我們快搜 好 那我們今天就玩到這裡囉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請幫我一個讚 分享 留言 還有不要忘記訂閱追求最新消息喔 感謝收看 掰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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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